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這個簡報的部分 首先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WebDuno 剛剛有兩三位同學說有去過縫甲 有上那個Arduino 那WebDuno跟Arduino確實是有一點相關 有一點相關 但是呢 兩個是不大一樣的 我們今天會給各位用到的 主要是這個叫Smart套件 也就是說呢 你長得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 我如果這樣給你看 你一定會怪我嗎 對 對啊 你看 這位同學講得這麼理直氣壯 害我不得不拿出來 這樣你應該不會怪我了吧 還好 應該看得夠清楚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拿高一點 你們的裡面不會有像我的那麼功夫 但是呢 就是這裡面的套件 這裡面的套件 大概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東西 就是裡面會有一個開發板 一個小小開發板 然後呢 有這些原件 包括的 超音波拉 LED點舉證 麵包板 溫濕度感應器 風鳴器 LED都有 實際的樣子就長這樣 好長這樣 那這個呢 其實因為學校已經有買了 所以各位以後就可以用 那他的這些原件呢 也跟你們如果有去逢角那邊上購 以後有接觸到 Arduino 其實他這些都是共通的這些原件 只有開發板不一樣而已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你這邊用的也可以拿到那邊用 那邊用的也可以拿過來 好 也可以拿過來 好 那 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WebDuno WebDuno其實跟Arduino 差別在哪裡 兩個其實是很像 那WebDuno就等於Web加Arduino 也就是它是透過網頁的 所以呢 其實各位如果你是 使用這個Arduino系列的 好 你如果用這個Arduino的部分呢 它就是以C或C++ 所以你會有需要寫程式的部分 當然有些 我想各位應該很多有 中小學的時候有沒有用過Squatch 好不好 積木式的啊 那是小貓啊 它也有那一種的 就是說透過那個方式 積木式的 幫你轉換成這樣的工具之後 程式語言之後再把它寫進去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它就是要把程式燒錄到那個板子上面去 那這樣的好處是 反正你都已經燒進去了 所以你走到哪裡都可以用 對不對 這是它的優點 那WebDuno部分呢 跟它是不一樣的 WebDuno是以網頁為主的 是以網頁為主 所以你們有沒有學過網頁設計的課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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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嘛 對不對 反正有也好 沒有也好 就是都可以學了 嗨 我還可以跟後面的嗨一下 好 那在這裡它是網頁為主 那它沒有寫入的動作 也就是說程式不是在這個板子上面 它只需要怎麼樣 連到網路上就可以用 因為程式是在網路上執行的 所以它的優點是它不用做燒路 而且呢 你透過網頁就可以用 一般如果你用Arduino 因為你要燒路嘛 所以一定要安裝一個程式 它有辦法去做燒路 這邊就完全不用 好 這個是它很不一樣的 那我們再往下走 往下走看一下 目前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們有三塊 主要有這三塊板子 那我們用的就是最右邊這一塊 Smart的這張棚 最小 它的體積是最小的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它的特點在這邊 因為是透過網路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有協同合作 好 你可以多個板子之間互相溝通 也可以多個人來控制一個板子 是的 那就要看怎麼吵啊 總是有 要能夠溝通 你要跟我講一樣的 我才有辦法跟你吵啊 對不對 你跟我講阿拉伯語 我就沒有辦法跟你吵啊 好 了解 因為它是透過網頁 透過網頁 所以這個方式就相對比較簡單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種 Webduno的應用 像光是電燈的部分 就可以應用很多 你點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連過來 好 這個透過網頁的方式來做互動 有沒有 好 你也可以用 用腳的也可以 開燈 溫度 這樣也算人臉嗎 嗯 對 剛剛那個就可以跟我們的網頁 網路攝影機 有沒有 用不同顏色也可以啊 欸 有沒有家裡面有的人 走進去就會開燈的那種 就是這個叫人臉 用外線喔 超音波 有聲音沒聲音對不對 也有那一種 這個就常看過 小夜燈阿 路燈阿 是不是有這種概念 好 亮度夠它就怎樣 就開燈或關燈 你也可以有計時器的 時間到了 這個應該 搭電梯 進大樓很多都有吧 對不對 持扣阿 欸 你可以用手機操作 它不是安裝APP 因為它是網頁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就實際測試看看 欸 手機翻阿翻 有沒有走螺儀 也有 對不對 這個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有沒有發現 光一個燈 就可以很多種方包的齁 它還有 比較複雜的 在後面這裡 你看阿 你跟它做聊天 哈哈 這樣好聊 欸這個就比較重要 比如說各位做科展的時候阿 你可以要記錄溫度濕度 或者要記錄什麼 這個 裝置的開關的時間 都可以 那它也可以跟 Google 地圖做接 所以就可以在上面直接 直接 直接顯示你的數據也好 那這個就比較難一點點齁 這個要 要 層次的部分 它就設定匯率阿 達到什麼匯率 到多少的時候 就亮起來 就提醒你了齁 好 那往下其實還有蠻多的 像這個 積木的 國中小龍 好 五千 五千 五千算不錯啦 現在當然是超過啦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啦 這個 我們小朋友才要做前面這一段 還是各位 覺得這一段 也適合你 很適合 是喔 哈哈 我心自己的家庭 家裡面有吧 這種縮時攝影會做吧 會 會 最主要是要有腳架齁 這樣才不會那個 有沒有 他把LT點擊證 就鎖在裡面 好 往後面 好 要自己做音效嘛 對不對齁 好 還是你這樣就好了 像這個的話就是加三軸 就是我們類似我們剛剛那個 手就是波羅椅 對 它就可以模擬一下 像水的流動 齁 好 那我們往下看 像這個 這個 也是各位現階段就可以做得到 開門 開門 開燈 不過我們Smart的現在是不支援這個 紅燈 藍燈 哪一個 綠燈 關燈 這個是三色的有綠燈齁 風車 這個 它是有馬達 有馬達 停下來 有沒有 你用聲控的 是不是可以控制很多東西 開門 開門 好 那下面這個的話呢 就真的是 大學裡面建築系的那種建築模型 建築模型的 那有 控的話你們再看看 這個 川普的你一定認識嘛齁 這位竟然不認識他的 不行啦 這是跟曹文波做結合 有沒有 換圖片嘛 對不對 一定就有人想要兩個一起來 OK 好啦 其他其實一時一樣啦 反正都是曹文波齁 那下面這裡呢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也可以用 LE點舉證 像這個 冰果的 對啊 你們知道嗎 我有去過去那裡啊 有沒有用手機 像這樣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 在兒童班 玩的 為什麼Dino 有一個不一樣的 它有模擬器 所以 就算你沒有把這些設備帶回家 你在家裡面也可以模擬一部分 有沒有 我們這邊也會同步出現嗎 你們有玩過冰果嗎 有嗎齁 數字可不可以同步 沒有 沒有 當然不行啊 可以試而已啊 對不對 這樣了解齁 所以可以拿來這樣玩嘛 那另外呢 下面這邊 這邊 這裡還有老師 去那個 這個是 銀橋國中的 這個就 比較屬於 那個什麼 植栽的啊 有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我記得帶來 這個就是 智慧插座 這個 土壤的濕度感測器 所以我們 有搭配那個 有沒有 自動澆水啊 男生如果去那個哪裡 去那個 廁所 就會有聽到這種聲音啊 男生上廁所的時候 女生的應該比較沒有嘛 男生的 就是上廁所 然後他就 先靠近的時候 他衝一點 離開了之後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 有一個開關的聲音 這是電磁法 這樣了解嗎 所以 我們就是利用電 去把 電磁法打開 水就通了嘛 等到沖完了 固定的時間之後 我就把電磁法的電關掉 他就 自動達到那個 開水的動作 有沒有 但是我們搭配像這樣子 澆水 像這樣澆水 那這個就是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的部分去供電 所以 像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呢 下面就有在玩 這裡 有沒有 這是太陽能板的 像這裡 你看 我在手機上 我有設定喔 可以自己按一下 他就 所以這個是最療癒的 因為大家最喜歡玩水 OK啦 所以 其實那個應用事實上還蠻多的啦 只是說看 你的時間 還有你可以取得的 那 另外這個是 小學的 他把超音波拿來這樣用 也可以 這不是我做的 這不是我做的 這人家在他的那個FB上面分享 有沒有 也是這個 他把超音波跟影片做結合 當他走到那裡的時候 上面這個影片會換 就是利用這個距離 不同的距離 我就顯示不一樣的 好 不一樣的影片給我 有沒有 在這上面 所以 Web Arduino 一個很 不錯的地方 我們一般 就在他做很多是這些互動的地方 是我們一般 Arduino 比較做不到的 我們一般Arduino 比較適合就是 他就是自動執行某些事情 這樣子 所以 各有優缺 沒有說哪一個一定好哪一個不好 就看你要用在哪裡 只是 如果你要以 我們講的這個 所謂的物聯網來講的話 東西都要連上網戶嘛 對不對 彼此互相控制 不過說真的 這個也代表 以後一件事情 科幻店裡面的那種群結 可能會出現 你在家裡面就被控制了 你沒有在家也有可能被控制 因為都上網 對不對 BM也順便在你家 只是他是引擎的方法 這樣有沒有對WebDuner 有一些了解了 有